這一個分配數來控制所謂的改裝 再問一下 再問一個朋友 實際上來講的話 你們覺得說這個產業來講 達成一個技術的產業 我們是不是等 國外真的能夠來 我們在這裏 再說一整個問題 會很難 對 對 現在改裝 因為在國外 他們是非常新鮮 我們台灣卻一直到內的路 一直抓這個改裝 讓每一台車想要有自己的個性化改裝 不管是任何樣式 或者是任何方式 包括有的聯絡煞車 我們是提升安全的東西 這個政府也要抓 因為產品 在汽車零配件上 每一個生產的產家 他們都是有經過這個檢驗 商品的檢驗 可以上架販賣 但是為什麼我車主買的時候 開在路上 就變成是國外匯法的東西 必須要讓警察來燃檢 燃檢後然後再開單 這樣是非法導臨的一個購買 謝謝 謝謝謝謝 可以嗎 拍購嗎 要不要再來裝一下 再來一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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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